OK同学们就来看这个4年级RBT设计与工艺 我们来到这个单元6电脑编程我最新 所以我们今天就再用多一次这一个scratch 所以这个scratch那么很多个教程 你可以在这边选 那么你可以 如果你要使用英文其实都没问题 那么这边就是有这个英文版的这一个scratch 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个简单的 这个简体中文来讲解 那么你去这个教程这边那么先去 我们就学做这一个 让这个角色飞行的这一个变成 所以看到这一个现在 OK我们先继续看这个是什么来的 所以我们先先选这个天空的这个背景 所以他这边就选了这个 Blue sky 2 所以在这边backdrop这边的背景 我们去选这个Blue sky 2 OK接下去呢 我们要选的当然是我们的这一个角色 那么这个角色你看到现在这边 它是站着的 那么这边是cat flying 所以我们可能先可以看一下 它的造型到底有没有 这边是没有flying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先delete了 那么我们再找这一个 你可以打英文字母 Cat flying 所以这个就是飞行着的这个猫哦 所以你看这一个你按了这个 你去它的造型取这边啊 那可以看到是两个哦 那你看这边是比较打啊 飞向右边哦 那么这个呢就是飞上去哦 右上角哦 所以我们再回来我们就选这一个啊 向右边飞的罢了哦 OK所以我们再按这个next 所以先让这个角色说些话哦 所以我们就啊当这个啊游戏开始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选这个啊事件哦 那么当这个棋被点击的时候 那么你就去外观这边选这个说一起飞翔吧 2秒哦 所以这边你就可以打啊华语哦 OK所以这边就是一起飞翔吧 所以感叹好2秒 OK接下去还是这一只猫哦 所以它是飞着的这个猫 所以当按下这一个啊 右键的时候 所以这个你看到这个箭头呢 其实就是我们讲啊 这个on screen的这个 OK我先打开这个on screen on screen的这个keyboard来跟你讲解哦 那么其实这个 右就是这一个哦 在你的这个keyboard的这一个啊 电脑的keyboard哦 这个是右左上下 所以现在呢 他就是要利用你电脑的这一个键哦 就说右边的这一个键啊 来让这个猫可以动哦 所以这边呢 我就是要选这个时间的就是啊 当按下这一个要选这个哦 那么这个不是选空格哦 那么就选右边哦 那你想到右跟左就要想到x了哦 x座标 所以你就将这一个 运动这一边呢 你将这个x座标 那么将ok要找一找哦 那么将这个x座标增加10 所以这边他可能会有点混淆哦 那么你将x座标设为啊 那个又不一样哦 所以呢这边就是我们跟着他哦 然后下去呢 你就是可以啊复制哦 所以你就可以right click 复制 所以比如说我放在这边下面哦 所以其实你讲放都没问题 你放在这边都没问题哦 因为这个是他讲当这一个 电脑的这一个啊 看你选的键是什么 那么选的这一个就是左边哦 那么左边呢就是这边要减10哦 所以右边呢就是加的 所以你要让这个猫向右边呢就是 加的哦 x x呢是加的 如果你要让这一个键盘 让这个猫 左边走的话 那么就是减10哦 他的x一定要减的 ok 所以就是这样我们在下一个哦 所以现在这个呢 有一个星形的这个heart哦 所以我们就去回这一个啊 角色我们找这一个 心脏的形状哦 love这个形状 我们就去这边 所以看到这边造型还是很多了 那么有这个两个哦 所以我们选为这个红色的 所以现在他的编程是啊 给这一个love的形状了 所以他还是一样这个啊 你要选的是当这个起点击的时候 被点击的时候 所以就去回这个时间 当起被点击的时候 那么就就是重复执行哦 所以他这边没有讲多少次 就直接这个哦 其实这个你可以拉上拉下 没有问题哦 其实他是一个个 这个是比较让你快点去找到那一个模块哦 所以这个英文是forever的意思 所以重复执行 就是你就找一找这个移到随机位置 所以就是这个哦 就是说这个love的这个形状 他是会去这个画面的任何一个位置哦 所以就是这样哦 然后而且还会重复哦 所以这样去呢 我们要将这个x做标增加250哦 所以这边就是啊 我们要增加的这边哦 所以这边我们照着他写这边是250 OK 下去我们要重复执行32次哦 所以我们再来回这个时间 啊没有这个是控制哦 所以我们就去回这一个啊 重复执行那么可以写多少次数了哦 所以这边啊就跟着他写32 下去呢就是啊 这个蓝色的运动 我们将x做标增加减15哦 所以你看到增加又是加法哦 但是又有一个减 他的意思说这个是倒退的意思哦 就是说去左边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将这一个啊 x做标增加减15哦 OK 所以这边就是我们跟他一模一样了哦 OK 让对象移动哦 所以我们就是让他等下我们再看一下 点击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情哦 OK 再按回这个CatFlying 所以他要的是分数哦 因为是等下这个猫会动到这个love了哦 所以他就啊 我们要给他分数哦 所以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变量哦 所以这个变量我们就把它写为分数哦 所以这个分数我们就写啊 华语哦 所以确定 那么这边你就看到这边有分数了哦 所以这个分数 ok 就是要选为这个猫哦 那么他是将这个啊 ok 其实我看一下这边还要做的就是他还要再重新再 ok 这个我先把它搬来这边哦 那么你还要再重新把这个拖来这边哦 然后就将这个分数设为零先 因为啊游戏刚刚开始的那么一定要把它设为零哦 所以就去变量这边将这一个啊 这一个哦 那么拖到来这边哦 所以你要选的是这个分数把它设为零哦 ok 下去呢就是重复执行就是选那个forever哦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我们 拖来这边 那么这个就用到如果那么哦 所以如果那么就是还要有一个啊 好像 这个六边形的这个东西哦 所以这个我们就把它来这边 如果那么那么这个啊我们 啊要找这一个蓝色的哦 ok这个会比较特别的我们看一下是这个哦 啊这个是用到这个哦 所以碰到这个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你可以选这一个hard哦 因为我们已经有在我们的这个啊 造型里面哦 所以我们我们的这个造型里面是有这一个哦 给我们还是选为这个哦 还没做完哦 所以有时候你会按一下按到别的东西哦 那么再按为这个catcat flying 我们将这个分数再增加1分哦 所以这个呢就是增加 刚才那个是色围哦 如果你要看清楚的话 因为游戏刚刚开始哦 所以这边我们就是啊把它推来这边 那么还是选这个分数哦 那么增加1哦 所以呢就说这个意思说 他当这个猫这个猫啊 他碰到这个love的时候 那么分数就是加1分 ok所以呢这个啊 我们再还要等等待这个1秒哦 那么等待这些1秒就是让这个我们讲啊 这个程序可能他不会太过一下子 他要有一点时间相隔 那么整个这个游戏的流程就比较通顺一点哦 ok所以就这样哦 那么你看到啊 这边是已经是有4个啊 这个一个旗两个旗哦 那看到这个猫呢 就是他等下会说一起飞翔吧 那么这些也是啊同时进行的哦 那么这个呢就是用这个keyboard 左左跟右吧 ok所以啊我们再按这个看下什么 等下啊如果你看这边的话 我们是按的时候同时进行这两个 再按这一个这个也是在进行哦 那么这个这个他进行两个编程的时候 那么这一个love他也是有在执行着他的自己的任务哦 所以他可能也是在那边随机啊转变他的这个位置哦 ok我们还要ok这边还要选的就是云哦 clouds哦 所以要让看到这个猫好像在动一样啊 所以我们要选这个云多 所以我们再增加第三个这一个角色哦 所以你可以打这个啊英文字 我们就打clouds 所以是这个哦 ok加入这个景物哦 所以我们要让这个景物移动 就看到好像那个猫在动一样哦 其实啊如果你看这个cloud啊 他这个造型那么有大概 ok我可能把他拉在这边呢 这个呢他有abcd的这个云朵 你看到这个形状会变了 那么我就把这个啊 如果你看这边的话 等下我动这个的时候 那么这个他会换哦 所以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云朵呢 就会好像有在啊 我们讲animate这样啊 像动画这样啊 即使是市场照片哦 一直很快速的转换吧 所以我们再按回这个代码 我们再按回这个啊 我们的这个角色哦 就不要按这个cat了哦 我们按回这个啊云朵 那我们就啊好像这个就照着好 我们就去这一个啊 事件我们把这个青色器拉过来 然后重复执行哦 所以我们就选这个forever这个 然后再选这个运动的蓝色的 啊x坐标哦 因为这个云朵是啊一直向左咯 一直向左咯 就感觉那个猫啊 他会在动哦 所以我们就将这个x坐标 啊 设为250哦 所以就将x坐标设为250 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写这一个啊250 那我们再重复执行100次哦 所以这个我们把它通来这边 那么这边就要写100 然后在这个运动这边 我们再将这个x坐标增加哦 所以跟刚才那个不一样哦 刚才这一个是色尾这个是增加哦 所以增加的是-5哦 那么-5就是那个云会倒退的意思哦 就是说还会一直去左边哦 所以呢就是啊 等下我们看哦 他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就让这个景色移动 所以我们先把这一个啊 云朵我们可以放在这一个 OK这个猫 我们把这个云朵放在下面哦 那么就感觉好像在 啊坐飞机的天上啊 那么就好像在飞着这样哦 所以呢我们就啊 这边可以OK 我们就暂时先这样放置哦 OK这边就是在 OK他这个云朵他选了这一个哦 所以啊如果要把它变成更加相似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选下那个云朵 所以这个云朵就是他AB啊 所以是B咯 所以我就把它弄成一样 所以换成下一个造型 OK所以这边是这样哦 那么这个我们先看一下 会发生什么事哦 所以我就把它放大 OK在上面放大之前呢 我们再看回这一个编程是什么 那么等一下我要用到的东西就是 啊按这个运行哦 按这个运行哦 那么这个运行这个猫呢 他会讲话 然后还会分数哦 那么这个就是要我们在电脑的用的这个 就是这个Keyboard哦 左跟右而已 然后这个Level形状呢 他就是会乱乱动哦 就是说随机位置他会走一走去 然后到这个云朵 那么他就是啊也是这个点击过后 这个点击过后这个会动 这个点击过后这个会动 所以我们现在就放大他 OK看一下发生什么事哦 所以这边分数我们就开始按哦 啊所以你看到这边是这样 那个猫好像感觉在飞一样哦 其实是云朵正在动而已哦 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那个猫都是一直在这个位置哦 那么你可以做的就是左跟右而已哦 你看现在老师是在啊 啊按了很多次右边哦 那么我再按左边 右 左 那么如果我按上的话是没有了 因为我们编程没有设置到哦 所以他只是 他的行动是限制了在左跟右而已 啊只是这个 Level形状还是一直换位置哦 一直又在上面一直在下面 所以如果这个 Level碰到这个猫呢 分数就会增加哦 是增加一分哦 所以你可以有一些 啊你可以把这个游戏 弄成难一点呢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Level形状可能弄小一点哦 啊如果我一按这个 我现在放10罢了哦 那么这个 啊猫 可能你可以放大还是放小都没问题哦 啊 所以就看啊 啊 你也可以去移这个 分数哦 那么这个分数你可以增加100都可以哦 那么100这边分数就肯定换的很夸张哦 OK 这边已经是换了哦 所以我们再看回那个分数啊 那么这个分数是100100这样加了 如果OK 等一下动到的时候 这边会变433哦 啊 这边433了哦 所以就是看你怎样去设计 这一个 啊 游戏哦 OK 所以那么老师今天就讲到这里 了解 好 好 哦 感谢观看